你不想贏了Jay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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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想贏了Jay Team 這個隊伍 因為畢竟季后賽 我每一支隊伍都想要去獲勝 我跟Koala的差別應該是 跟小V的默契吧 因為畢竟小V跟Koala搭配了很久 他們兩個之間的默契也很好 這是他們的優勢 我覺得打Jay Team的關鍵還是中野吧 畢竟這遊戲很刺中野 而且如果讓FOR發揮起來的話 我們就很難贏 所以還是想辦法去干擾中野的遊戲會比較好 這個柔翼的話 就是HORROR本身的MAN叫嘛 FOR哥加上小芝麻的戰鬥力 像是特別強 我的天啊 上路這個Game的位置其實很容易打散 Rex的位置有點危險喔 加回EQ 但是Rex的走位給扭過 打不開了 緩了一下之後被人馬給頂了回來 沒什麼問題 不按閃 不按閃 我就知道我不會死 究竟是HQAQQ 就看下路這一波防守了 四殺二 眼睛已經看到了 蘇維神石先行打點殺害 直接盾眼閃現 大絕一踹小邊踹到 牆壁上射兩段Q 手沙弱在李青身上 以實在在塔下 這裡船長是跟著下大絕喔 睡覺睡到了 在空中 我們來見識一下布朗姆最後的身影 雙沙弱在李青身上 這個四殺二 真的啊 誰在Carry啊 再看一次 這邊下來 眼睛看到也走不掉 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這裡應該要回塔 因為他不知道已經到這了嗎 有眼啊 看到了啊 他想要強行通關 過這個海關 你知道嗎 但沒有想到被他那個腳 身上帶豬肉了 腳被釘在臉上 根本走不掉 對不對 糟糕 直接爆開 上場玩雷克薩是不是在限制自己 原來是拘束器啊 原來是故意讓自己玩得不好 原來下路不蓋再來蓋中路喔 B出了FoFo的閃現 針對Fo哥就不對了 真的啊 但這裡 預示的最後血量兩百多 兩段Q上去拿到 阿德斯這個Buff沒拿到 這個Buff又要來守護女神了嗎 這個Buff吃不吃得進來 有沒有機會 看起來是可以的喔 看起來是可以的 拿下來沒事沒事沒事 哇 哈娜真的是 有機會支援 算最好不要支援 但有機會支援 然後 後方TP亮了起來 這邊想要打了 加雲EQ上去 但被底星大腳一脆 GIF下來之後呢 大絕是被恐懼 但是JT的反打非常的齊實 哇這個4打5 拉打拉得非常好 從頭下大絕之後 緩速萬箭起發 艾奇開射 兩顆人頭 JT拿到 哇JT的團戰 只是一個4打5 喔 三連桶又要來了 三連桶又要來了 恐怖的三連桶 1 2 3 沒事 二連桶也中了 有中有中 有中有中 哇 4 4這個Poker 哇 這個團戰 那個恐怖的JT回來了 哎呦 而且這塔下位置非常危險喔 RAMBO趕緊按了進化 往後閃現 是不是 HANA玩了靈性 原來是這樣終於解開了 我們再看一次這一波 HU策劃反打 這個人馬傳後位置其實很好 你看這一腳 太關鍵了 這一腳踹過去之後 變成ZIV只能一個人進去抓 ZIV頂回來之後 4 4的血量還是太好 然後當艾希反手一個大兵劍之後 你看這個會戰 哇 是JT的4打5 然後0換2 跟你前面講的一樣 5打5打不起了怎麼辦 你有試過4打5嗎 5打5打不起來 你就要拿4打5啊 對啊 女朋友交不到你有試過男朋友嗎 其實想把一換 欸欸 ZIV又危險了 2-1 你已經Q中 哇 再拍個地板 其實是 他現在已經在 在預熱 他在預熱 他現在在拉轉速了 他現在在拉轉速了 有沒有TP了TP了 拉轉速了 中路要抓中路了 家維往前大絕 蓋到兩個人 B出了Korara 閃現往後拉開 這時候Rex也到了 回身魔法水晶劍撞了下去 這次之後 人馬騎了上來 點燃掛了掛聯盟 掛了在艾希身上 艾希倒了 這邊小B倒了 可是後面李星來了 閃現大腳一踹 Deep倒下 側邊呢 閃現夢衣隧道 隧道了 腳閃現椅子 往下想要拉開 還有Rainbow在前面接技 真的是不科學團戰嗎 能活嗎 一換一 對H5來說是很好的結局了 唉唷 隧道了 沒事有進化 這一換一已經很好了 這要給雷姿一點基本的尊重 再看這個replay的話 其實這個團戰 真的是神仙打架 H5這個開團 很果斷 這邊Rex閃現大直接B閃之後 這裡小B為我們回答 因為他看到Rex的位置 Rex的二連桶 這三連桶 直接砰砰 這連桶真的是 炸得爽的 這一發炸四個 但是救不了小B 你沒想到一直被轟爆 超窮嗎 因為這個人馬下點了 真的活不了 原來 但是這個 HANA的操作 年輕的操作 摸眼閃R很快 他動作很快 非常快的手速 但這波團打完 其實只打成一換一 我覺得H1是賺的 相關部 人馬從後方騎得出來 看起來是一腳踩在船長的臉上 但河道的部分 HANA遇到了 哇二連桶 這波期間不太夠啊 大絕往後拉開 海西完全啟發 翔款 加魂往前盖 要保住他隊友生命 但是要犧牲自己了 李星兩段Q上去了 剛剛還是一個大絕神龍白衛 把對方給踢開 追上來 沉醉夢浴 隧道中布朗姆 隧道的布朗姆 有沒有機會呢 屠捨一舔 萬年啟發再緩 但這裡可惜的是李星Q並沒有命中 但腳下桶子 非常危險 魔法水劍出手 只有收下布朗姆的人頭 最後一技能 加速 沒了加速沒了 這個巴龍究竟要怎麼防守呢 有點困難喔 重擊下下去 愛心拿到 這人馬還是頂得進去 這波想打 這人馬其實沒有大 五抗一啊 這邊三打五 平輸了 炸藥筒 還有柔衣的Poke 其實對手短來說都會蠻痛苦的 原來不是瑞斯德打得好 是Zeef想要跟他輸贏 Zeef起了一個殺心 他剛剛一個加九魂出現跟他輸贏 他心中的突然覺得說 13人打15人這個等級的其實並不重要 對 但這個阿里斯不可能不蓋的 他不蓋 他是一定死 他有Zeef救走 然後你看這邊那個搶桶子大賽 對我還以為在玩什麼小遊戲 大家都在搶桶子 踩地雷 你看他放桶子之後大家就很認真搶 大家就很認真搶 大家很認真搶桶子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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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桶子一起搶一起搶 再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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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顆再一顆再一顆 再一顆再一顆再一顆 上去 有來點突然現在下路在逼塔了 柔衣不停的poke 有點危險 小安這邊被找到 果然是血量快要見底啊 根本守不住了守不住了 JD這個組合 強壓根本擋不了 你看這個poke 小安半條鞋就沒了 受不了了開大決 往前要抓小V 大快抖音了 直接救後方人馬 起了出來 加油大決逼出了 康拉了閃現了小V 到了一個安全位置的後方 哈娜在跟Ziv單挑啊 Ziv看起來扛不住 大決拉了回來 沒辦法 小V收下這顆人頭 在那個餐廳洗碗 鐵頭空是真的在 金剛腿才是最強的啊 鐵頭空是真的在KTV洗碗耶 金剛腿可以登上雜誌封面啊 這也就是必須得開開看 但我覺得這裡 Ziv的低神又被踢掉了 我哈娜這個團戰真的是太關鍵了 一直都沒給他任何機會 真的沒有給任何機會 沒有給任何機會 然後Ziv之後這一滴血他不願意跑 他想把他炸回來 但我覺得他大位置不夠好 他如果真的把小V往前走一步 可能他也不會死 我想一下估計怎麼會 我想一下我感覺好像很犯 對阿 哇 這個哈娜的馬蹄還想往前跟對方單挑 還想單挑 船長現在17的偶掛點燃 李鑫這個盾上來Q沒有命 小平一波走的喔 這上路兵線有在 這裡 Ziv想要用自己的性命 把這個比賽拖了久一點的 一腳是把雜桶一踹開之後 往前Q開轉 唉唷 走位扭過了李鑫 扭過了李鑫 有沒有機會 沒有 往前等著他這盯五個人 走下面頂小平 哈娜還在盯著他 哈娜Q 唉唷 再都被扭過了 好妖力好妖力 但是主堡呢 主堡頂不住了 主堡沒有腰 主堡沒有腰啊 主堡沒有腰啊 這個主堡 這裡 倒下了 比分拉到了1比1 其實哈娜的這一次激透賽 打得好 我覺得他打得好 他第一場打得也算很穩 也沒 也不送 第二場在強行carry欸 嚇死人了 他那個李鑫這腳踹 跟前面的一個賽看起來 真的是很不像 不像同一個人在玩 但你認真一想的話 就發現這個選手居然能在兩場裡面 用截然不同的風格 進行遊戲 這有點恐怖 Refend前面的獎 他上一場使用Refend的這個插眼寶典 這場使用的是這個大力金剛腳 大力金剛腳啊 的這個什麼 佛法 在鎮壓這場比賽 哇 他是有點強啊這場 這場 的確是前後都非常的 在積極帶風向喔 完全 重點是 他大家都會說 李鑫前面的Gank 可能是他強勢出完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 李鑫不是前傾 在那裡 沒有沒有沒有什麼 還不錯 一件齡的事 像人物是最大的 這場是多少 就像人物是最大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